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今天是礼拜一 刚才的美丽不是秘密相关的资讯 我们会在网站跟我的脸书上面提供给大家 我们继续来看和解风当中的两岸 请教的就是廖达奇教授 他是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也是教授 廖教授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非常谢谢 老师你看这个昨天的张志军 王玉琪所谓的不期而遇 请教这就是政治外交场域上的 某种神奇的这种安排吗 已经点出来了 一定不是那么自然的不期而遇 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各种设想 安排以后的一个政治大戏 因为这是历史上突破的第一次 双方互相称对方的关系 这个你怎么看呢 因为他讲的是玉琪主委 然后玉琪主委对张志军讲的是张主任 这个对岸国台办的人 就是对岸的官方的人 是称呼我们的政府的官员的这个官嫌 真的这么重要吗 这个东西要看 因为在外交场合上 尤其公开场合不称官嫌的话 那显然是还是有不尊重的问题 那如果正式称这个官嫌就是王玉琪王主委 他叫他玉琪主委 显然好像更想要有一点点拉近亲切的样子 那这种官嫌的一个肯定 也等于是对你国家整个系统制度的肯定 所以就是不否认治权的这种正进步的肯定 所以我想这个台湾是这么多年 跟他们互动是第一次有这样子机会 所以也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一般人生活里面 觉得这个是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我叫你玉琪或叫你玉琪主播 都不会影响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而且我叫你廖教授比较生分 我叫你拿棋比较亲切 我们一般人还不喜欢说你叫他教授 对呀 但是没有办法 在国与国之间 或说这种政治体制之间 那这个关系还是面丧性 所以它是确实是有重要意涵的 很重要的意涵 那在这个重要的意涵当中的 接下来主要是因为 他们这样见面之后 总统府又发布了一个新闻稿 说这个肯定 而且是父不否认治权 这里面一定也有意义 那这个意义 这个廖教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总统府的跟进 那个下一步 而且他想要突出这件事情的目标在哪里 我想因为这是马英九 也在整个当总统的所谓跟两岸关系的承诺 就是希望彼此是互不否认治权 因为他用的是否定句 曾经被人家一直质疑说 你都是用否定句 那怎么直实现 不否认治权 那但是这一次的一个做法 大概对马英九的整个的政治承诺来讲 他觉得他是做到了 因为这个治权 在对方虽然没有达到说 他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那可是至少在这个治理上面 那台湾整个政治系统 那对于像王玉琪 他是代表这个政治系统 陆委会的一个主委身份 那是被接受了 所以我想对马英九来讲 这是他政见的重要突破 也是他这个两岸关系上 奴隶上的一个成果 那至于一般民众是不是这样看 或是接受 这个恐怕就有各自解读了 可是问题是互不否认治权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怎么解读就有很复杂的一面 他们马上就有人跟进 来种种的消毒 那这么看消息会呢 你知道这个习近平的人马 昨天我们看到了 他的办公室主任 这个相关的所有的人马 跟以前胡锦涛时代 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他的办公室主任 以前那个胡锦涛是令计划 那现在是苏战书 然后其他的国台办小组的 像以前是这个的人员 现在什么杨洁篪啊 什么全部都换了 那可是我们老肖带去的 这个人马里面 除了王玉琪之外 那当然这个后面的 据说高郎昨天是隐形的 但是高郎有出现 您也非常熟视高郎 跟马总统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面 其实平常心讲这个马江什么 江王啊 马王要和解 我都认为他是想要把战场 转移到APEC礼拜天上面 所以马就赶快就说不抗告了 那让这个战场持续下去 对马比较有利嘛 那这个高郎也去了 王玉琪也去了 那这个大陆的这个团队 他们讲话是很safe的 这个还是一个中国框架嘛 然后这个还是一中框架 九二共识 那我们的肖先生 他的代表性够吗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你知道吗 他比较没有自己独立的代表性 那老连先生比较有独立代表性 那胡跟连见面胡对连的这个角色 他还有某种他的操作的意涵在 但是肖因为全盘代表马 所以习先生他们怎么样的这个应对中间 是不是有一些端倪 我们可以来判断的 我觉得你说的还蛮清楚的 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应该更推远一点点 就是在两岸关系上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马英九是蛮有计划 蛮有步骤的 因为王玉琪会去接路委会主委 就是这一任 王玉琪接了原来的那个赖信员 当路委会主委 其实已经就埋伏下 马英九至少在这第二任总统任内 他是一定要把两岸关系带到一个 他自己期待的一个境界 那所以这次代表也 其实各种我房间的风雨也说了很多 原来一直都是连战嘛 那连战可是如果以连战去跟原来胡锦涛 那事实上都是连战的筹码 连战的戏连战的谈判 那对于马英九来讲 他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性 那其实是隔一层的 事实上可以看到这个团队里面 这一次肖万长的代表团队 还是有过去连战的人马的了 因为在这上面他们大概已经谈了很久 但马也大概觉得在这种情绪下 他要来主导 作为国家领导人 在两岸事务上 事实上他一直手是隔一层的 所以我想这次请肖万长 等于说肖万长完全是以他的分身的身份 代表也都是 他也积极安排了高朗嘛 然后王雨琪这次亲自出马了 我想这些都是突破 而且试图某种要安排将来 马英九是不是能够跟习近平 有偶然碰到 这个偶然或者说这个自然 都是像你刚才讲的精心设计各种巧妙 之下会自然发生的 这些都在铺陈这种机会 所以这一次是用心良苦 把这个APAC大戏 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了 他大概也当然不愿意准备了这么久 精心出马这么久 想了这么久 对方也都某种程度都在接受 那可能不希望因为这种 跟王金平的这个事件 影响到这整个政治大习的主轴了 所以我想他才做了这样 对他礼拜六这个最高的这个裁定 高院裁定之后的抗告 他的罢首很多人有不同意见 其实我我个人倒是也倾向同意 就是说他想把主轴转到APAC 那主轴转到APAC 评良心讲这个廖老师 你也知道大陆也是要配合 因为张志军要叫王玉琪 叫玉琪主委 这也就是习先生点头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习先生对马先生都情有独钟 老是在他这个受伤 这个非常脆弱的氛围当中 帮他一脚呢 他只是那9.2%吗 大陆可能并不是这样看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马英九是一个民调很低的对岸领导人 他为什么要帮这个民调这么低的对岸领导人呢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间是一个历史时刻 一定要说是他们帮忙 他们可能也不见得同意了 他们其实在那个马王真的最厉害的时候 大陆的国台办的办公室啊 什么全部有人在这里到处啪啪灶 但是他们对啊 他们都到各校去做个访问啊什么的 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说 这是台湾自己内部事务 他们绝对不介入 那当然他们也对这些事件的一些 有他的看法了 我也不必讲 但是他们觉得这不需要摄入 他们大方向大轴线上面 包括习近平执政 他有他的步调 大概诚实讲 如果今天我们在座 我们有谁坐在北京的领导位置上 怎么看台湾 中国那么大 有那么多的紧急事务 那所以其实台湾这边 对他们来讲 他们有他们既定的打法 这个步骤 那习近平其实对台湾非常了解 那他也知道台湾要的 就是一点名分上被干净 对啊 我们真的好可怜 只要你叫我郁吉诸位 你叫我郁吉诸位 你下次碰到面的时候 你能叫一声马总统 那蛮难的吧 那廖教授你怎么看 接下来很明确的 马总统的目标 就是要跟习近平见面 但是他只剩两年半 习近平有十年 习近平的空间时间比较高 对不对 那第二呢 马英九至少在国内 还会有一些抗议的声浪啊 或是不同的这个意见 那他我们怎么判断 一步一步的发展 你要看的 你要看的发展是我们 马英九跟那个习近平的碰面 到底他们两个见面掌握在谁的手上 还是习近平手上 当然是习近平手上 不过这个就看习近平 愿不愿意去铺陈这一块 目前的看 看起来就像你讲的 习近平是有十年时间 他不给予一时 但是呢 也不排除 习近平对于国内政情 如果不稳 比方2016年 很可能是民进党执政的话 他其实要某种程度跟马英九碰面 可以定些调 把那个两岸政策定调之后 以后民进党就要概括承受 对不对 如果他们这个计算 或是整个想象上面 2016年民进党的机会 当选上总统的机会 是颇高的 好像房间都这么说了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一定会算计 那这该怎么安排 那后续对台的政策 或是台海两岸的关系 不会异转 那而且也某种程度 那个紧箍咒 一定要套在民进党头上 OK 那所以这个和平谈判 据我了解 现在其实习近平 就整个这个中国大陆 国台办这边 跟台湾的某基金会 已经在找了各方 连警 在讨论 因为二维三维 早就在发展 谈和平协议啊 OK 你讲的那个基金会 就是国安局外围的 远警基金会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吗 另外的基金会 哦 更更深入的 这个基金会 也不是他找的是 更民间的 比较色彩 OK 色彩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意涵很深重的 你刚刚讲的和平谈判 到底是政治协商 还是和平谈判 就是说双方是马席见面 这是一个重要角度 和平协议就是政治 谈判中间的一环 要谈和平协议 他敢吗 马英九 这个就是先放风 或者说先了解 这和平协议内容是什么 那这样子 中间还有很多可以谈的 所以才酝酿各种的气氛 那其实上次 国台办来的意思 也是说 哎呀 每次一碰到政治议题 大家说 这个很难很难 谈不进去 他总是要想些法子吧 那而且是多管道 多元化的 所以也 可能也不见得 是一下是以和平协议来包装 那因为 其实在文化领域啊 在各种方面 其实都还有 两岸合作的空间 都有触角 不过我跟你讲 最后一分钟 我请教你 比较诡异的是你知道 现在挺王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挺两岸 这个交流派 而且是密切合作派 甚至于是密切利益交流派 你知道吗 那当然 马英九要跟那个老习进行 所谓政治协商啊 这个和平谈判的时候 这些挺王的又不能骂马耶 这蛮有趣的 是啊是啊 所以这中间 那王不是又没支撑了吗 可是王现在在整个立法院 是霸占的 包括民进党的权力支撑啊 是吗 等到他们民进党发觉 你姓王都要跟马英九 去搞那个什么两岸的 你不能破坏 因为王后面是连啊 吴啊 什么说几大家族啊 什么的对不对 是啊 是没错 政治好挫中复杂 你当政治系教授 头脑不会昏掉 不会啊 看得很清楚就好了 而且每个事情 一定是有很多 他的那个脉络跟机理的 如果没有这一块 不是太单调了吧 那我问你了 那马王什么什么 办和解 那是非不就没了吗 其实这个是非是慢慢谈清楚 毕竟还有制度嘛 现在不大家有讲吗 后续还是要继续 去把这个案子走下去 但以前该做的事情 其实诚实讲 国际名声也是很重要的 好 Apple下面影响到台湾人民 其实比较在乎的 OK 是不是可以赚钱 是不是有工作 是不是可以继续 能够在台湾过得很好的日子 这些其实人民比较关切 好 谢谢 谢谢廖教授 给我们做的一个据点的结论 非常精彩深入的分析 谢谢 谢谢 中山大学的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也是教授廖达奇 帮我们所做的分析 供大家参考了 马上回来 等一会我们要访问的是 嗯 许盛梅 到底怎么回事了 拜拜